老师 你找我来什么事啊 昨天的日记本啊 少了一本 啊 少了谁了呀 不知道呀 反正一本是你的 另外一本啊 没写名字 哦 那就是土豆和雅楠其中一个啦 对 你把日记本发下去 等一下顺便帮我调查一下 到底是谁的没教 好的 老师 土豆 雅楠 怎么了小夕 昨天的日记本 你们两个谁没教 我可教啦 我也教了呀 那不可能呀 老师说了只说到了两本 这本写名字的是我的 这本没写名字 不知道是谁的 这个没名字的是我的 我忘了写名字啦 我的吧 我记得我的日记本好像也没有写名字 那就怎么办呀 那就只有看一下里面的字迹啦 没错 我写的字比土豆写的字好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我的 我的字自己写的也不错啊 我练字了啊 那我先看一下吧 这字记又像雅楠又像土豆的也看不出来呀 哎呀 小夕你不用看了 这篇日记本肯定是我的 土豆 你没有教这记本你就赶紧承认吧 我明明教了行不赢啊 小夕要不然你把日记的内容读一下吧 我感觉这个肯定是我的 有道理呀 字记如果一样 那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读一下啊 这次考试又是倒数 这对我来说虽然习以为常了 但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倒数 看见没 都说的是我的 不对呀 你虽然每次都考倒数 但是你没有写到过这记本里面呀 我这不就写了吗 你倒数 你会难过吗 我倒数倒数不会难过 但是回家挨揍就难过了呀 可能是我写的 上一次老师公布全校的成绩的时候 我就是倒数呀 也对哦 那我再读一篇 今天去超市参加了一个活动 结果竟抽中了100套模拟试卷 我真的是太倒霉了 小心是我的 买100抽奖的那个 不对呀 我记得我上个月也抽到了100套试卷啊 啊 难道你们两个同一天去了超市 还抽中了同样的模拟试卷 还怎么要写的日记啊 这么巧的嘛 这也分辨不出来呀 小心 你接着读 行吧 今天早上我被自己的脚给臭醒了 原来是我100天没洗脚太臭了 那我今天晚上再回来洗吧 这 这我没有过天天洗脚 哎呀 我就说了这个日记本是我的 主动 这个日记本还给你吧 雅兰 你怎么没教日记本啊 我教了呀 你教了你的日记本呢 还说我的日记本是你的 我真的教了 我也写了 我日记本呢 我怎么知道呀 反正老师就给了我两个日记本 我要去告诉老师说你没教作业 别啊 熟悉 我教了日记本了 你教了哪去了 你肯定就是没写然后没教 撒谎 我写得非常好 我教了 那你的日记本呢 校长好 嗯 教育同学的日记啊 写得真不错 你压根就没写你就没教 我教了我写了 你教了你写了你的日记本呢 我的日记本呢 谁教我日记本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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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你 Grammy 你став我那你 咱了